每日一校上高中的时候,有次晚自习班主任不在,班里炸开了锅,突然校长从后门进来,把我们训斥一番,顿时劝班牙雀无声。 接着,他又从前门进来,点点头说,这个班真不错,很有戒律性,不像刚刚那个班,美军阿里伯克急驱逐舰号称世界最强,是世界上最新锐,最先进,战斗力最为全面的驱逐舰。 伯克急驱逐舰日常的形象也是超帅气,有这样乘风破浪的,也有这样火力全开的,但在前几天,伯克急驱逐舰帅气的脸庞,就变成了这样。 据美国第七舰队消息,梅海中阿里伯克急驱逐舰,菲茨杰拉的号,于日本当地时间6月17日凌晨20-30分左右,在日本横须和以南56海里附近海域,与一艘在菲律宾注册的商船ACX Crystal相撞,已造成7名水手死亡。 包括舰长在内的至少三人受伤,再补一张高清掌,曾经他是王者,而现在却,为什么堂堂一艘世界最强取逐舰,却被一艘商船给个趴下了? 商船只受了点轻伤,有专家解释,菲茨杰拉的号长154米,排水量8315多,而菲律宾商船ACX Crystal长222.6米,排水量29,060吨,两艘船的多温和尺度相差较大。 根据图片显示的情况,应该是商船的首尖舱侧面撞向军舰的驾驶台机生活区,商船比军舰高大,所以军舰是嫌强矣,机上面往外突出的部分出现塌陷,两船强撞,大船的优势更大,而且商船是以最坚硬的部分撞击军舰的侧弦,因此军舰受损严重并不奇怪。 这就和路上的大集装箱卡车与精致的小轿车碰撞是一个道理,这已经不是伯克级驱逐舰第一次一小活大了。 在2012年,美军埃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滴滴近七八波测号,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通玄怪巴拿马,旗帜的日本邮轮奥特沃森相撞,又嫌潜负水面以上部分,出现一个高达数米的窝口,船身可以用惨烈来形容。 除此之外,伯克级驱逐舰,还发生过多起事故,比如2015年7月,美国海军地DG-68沙利文号驱逐舰在弗吉尼亚州延安进行标准, 2IIIA防空导弹式射事发生事故,导弹刚刚从MK-41垂直发射系统射出就发生爆炸,碎片四箭,并导致舰尾发生火灾。 2015年2月初,刚刚服役四年的埃利伯克级驱逐舰,DDG-109 Jason Dunham号,在加勒比海巡航时,因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突发故障在海上趴窝,之后, 抢修小队乘坐C-130运输机,飞了1500公里,修了三天才排除故障,综合网络,如有清权联系删除。